就黄柏涛 至此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 也最为惨烈的阻击战 徐东阻击战正式打响 这次阻击战杀敌2万余人 自伤1.7万人 11月15日 为了再歼灭黄柏涛后 能够和维秋里两个兵团 华野阻击部队和动向后收缩 以便秋里深入 国军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报捷 蒋介石将这一喜讯 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卑微的黄柏涛看到后说道 也就是这个秋清泉秋疯子 偏偏在这个时候慢慢悠悠 不急不忙地向黄柏涛靠拢 他也是为了保存实力 万一营就不成 反而将自己的人搭进去 黄柏涛记得直跺脚 总前危眼见秋里兵团部钻入圈套 于是集中兵力先解决掉黄柏涛 11月19日 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帝国